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请按赞 订阅 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刘坤 今天去钓鱼 没有那个耳料 所以今天顺便去买耳料 然后去钓鱼 今天有大家心心念念的老表也出现了 本来是老表 是打算带他越南女朋友来的 结果越南女朋友有事儿没来 太太太吃了 谁呢 我没有痒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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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瘦了一斤 还有脸说什么 好了 现在先去买个耳料 去钓鱼用 好 买个这个 然后一会儿先去买个鱼院 170日元 170的话是 几块钱吧 我们就是来这儿钓着小鱼的 钓着小鱼苗 特别小的小鱼 要用特别小的钩才能钓得到 我这今天带的钩稍有点大 估计很难钓得到感觉 一直在吃钩 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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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看 老没有钓得一条 这么小的小鱼 我改变一下策略 我这个鱼钓钓法不行 不行 就是太小了 吃钩是吃钩就是太小了 钓不到 我把这儿钓到处理了 我把这儿钓到处理了 我给你处理了 我去你 这位玩意抓得很气人 你看他咬着钩了 你一踢上来 他松火了 他就挂不到嘴上 好 我把这一条 wrong 我是不是会选择 到处理了 来来来来来来来 大概有八条小鱼 这小鱼长不大的就这么大 所以没办法 我们也不吃它就拿回去放到我的那个 花盆里养着吧 看看能不能继续养大 哦 这有鱼我可以钓一下 哦 红烧刀 哦 吃了吃了吃了 好像是有鱼我们现在钓一钓试试 哎 龙老婆又钓了一条小鱼 我挂不着干净 哦 你给刀 这里是个小公园 小公园有这个什么比较好看的 这个椅子要干嘛的 哦 口口口 看一下这水 他们就算是城市的河道用水 比较还是比较轻的我感觉啊 比较轻 真的是比较轻 天都陪着看我们今天钓了不少 这小鱼 这鱼就这么大长不大的 所以大家放心 我们不会是乱杀无骨 偶尔跟老表一块来钓的鱼还是不错的 好了 这期视频到这了 喜欢的视频点赞 关注 拜拜